第一个嘛 一样怎么样 我们可以插 不是插入函数里面没有 所以怎么样 一定要自己打 所以DATIVE非常重要 但是找不到 所以你只能用什么 相容模式 就是自己打 所以这个恐怕你要自己 把它记在一个DATIVE 不要拼错就好 然后它会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前面日期 逗点 跟今天比 今天的话当然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所以直接干净把TATIVE打在这里 TATIVE TATIVE比较麻烦 它没有引数 所以直接给它一个小瓜糊就好 OK 特别是不要打错 逗点 一个Y 比他这样的话 他就是几岁 而且他如果没有满的话 他就会有留下来的 打个勾 46岁 那因为他现在应该8月 他甚至还没到 对 所以他应该还有早的 所以早多少 早几个月 所以早的话 那我们来 所以后面的话 几岁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已经有这个N了 那还要后面的这个字串 串在后面 所以我就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移到这边之后 记得因为它串结 所以先加一个END 然后它一定是一个文字 所以文字一定是双一号 叫字串 贴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先打个勾 第二阶段 所以END 刚刚这个底下东西 把它放到双一号里面 打个勾 这样就OK了 但是里面还有两个N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这个公式贴到这个N里面 但是你要贴的话 记得第一个 一样什么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END 再移到中间 把那个公式 有点像放个变数在里面 但是在ECEL里面 它就是一个公式 因为ECEL 公式里面 比较麻烦 他没有那个VBA里面有个变数 变数的好处是怎么样 我可以先放一个资料在变数里面 就可以让公式变得金钱很多了 所以如果 这边有这个功能的话就 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 记得把这个N取代掉 取代的方法 E 选它嘛 有点跟VBA蛮像的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 两个 再移到中间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但是VBA END 钱会要空 这个不用 只要再把它什么 早的 就是算完年之后早几个月 把它YM就可以了 打个勾 找10个月 因为现在6月嘛 到8月 所以10个月 等于这两个月 它就又满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那这个又几天的话呢 那一样 把它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 两个 有没有 再移到中间 所以其实以后啦 你刚才背口去好了 像我的习惯就标准化流程 好处就是 基本上不会做错 OK 所以你要想一个方法 尽量让你的动作好记又不会做错 你就用那个方法就好了 千万不要记太多 像我的习惯 你真的想太多的永远记不起来 所以 那个尽量还是越简单的方法越好 OK 那当然你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太多了 像我的选择就是 步骤越少的那是好方法 OK 千万不要找一个很麻烦的 所以 马上常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那问题要怎么解决 坊间书籍啊 或坊间解答一大堆 但我有时候觉得 我都全部看过之后发现 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最简单 因为我一定会想一个哪个方法最简单 城市最少 最好记得 我也不用特别 不然我脑袋里面要塞多少东西啊 我没塞那么多东西 它累死啊 OK 所以最简单的贴上 然后呢 这个地方再把它改成 MD 这样的话 我们就大功告成 打勾 记得啊 动作做对之后 即便公事很冗长 你也不容易做错 有没有 一次就搞定了 最怕是你那个 就是动作太多种 你最后每一种都用了 结果反而容易做错 好 我都很单纯的 就是这样 然后向下填满 那底下的话 VBA一样嘛 那其实我们只要把它 就完成就好 不过因为 跟各位讲一下 Dative这个 这个函数 在VBA里面 找了一下 还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它 有类似的 但是呢 没有像Dative这么好用 所以 如果用VBA的话 干脆 用丢公式的 所以这边 其实我是丢公式而已 因为想了半天 最后干脆 所以我发现 丢公式这一招 还真的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基本上 就可以把原来你会的公式 马上可以变成VBA 也可以被执行 而且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你可以一键完成很多事情 都没有问题 怎么做 一样 还有印象 一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 你把标准化动作记下 一 我们可以先写清楚 清除的话就是 For i 等于15到19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 For i 等于15到19 然后清除哪一栏 就是Sales的 I列的哪一栏 这个是H栏 有没有 太多个 H栏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H栏 把它清除掉了 再来把清除里面的程式怎么样 再把它 这个公式里面的东西把它复制 有没有 贴到里面去 不过要注意两个原则 Ctrl C 我们第一个 你就贴到哪个 贴到记事本里面 然后把它取代 所以你标准化步骤 所以有时候我甚至 都不太需要动脑筋的 反正我就照一二三四五 二二做完 OK了 真的 就很轻松 而且很少有Bug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都用这一招了 所以我做起事来 还 蛮 蛮快 而且说真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错误 那至于有时候你们会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会出一些状况 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就跟 我就 想说 你们会做的动作 我都不会去做就对 懂意思吗 因为 就是那边明明有地雷 你为什么要踩呢 对 那边明明有个洞 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呢 对不对 那我就是 我又明明 已经知道那边有个洞了 所以我就要闪过去了 OK 所以我的 我的做法是这样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明明那边有错 有问题 你就不要去就好 OK 所以我的 像我的平常的生活模式也差不多 比如说我要去某家餐厅吃 或者某一家饭店住 我的习惯还是先看一下网路上的评价 对不对 为什么网路上大部分很多人去过了 如果人家有踩地雷的 都会建议你不要去的 明明一看哇 这家饭店我一去我 比如说什么好多问题 我一看算了 一点考虑 所以后来我筛选的话 比如说Google地图里面 我干脆都至少四颗星以上 没有四颗星以上 我根本连考虑都不考虑 为什么 但你会觉得标准很高 不过 先用高标准之后 你就问题比较少 OK 一样的道理 做事也是一样 反正你就是 照着 那种固定的 模式 所以我做事也有个tempo 反正我就是照着那个tempo 做应该就OK 一 对不对 二的话呢 把它复制 然后怎么样 贴到我们那个公式里面去 所以那个公式还记得吧 贴到 这边有没有 这个地方 他本来是这样 本来是两个双一号 对 有没有清楚 你就把它贴上去就OK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贴上去 他一定是 跑 跑一定是跑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的这个 应该往下 当然你如果不知道哪个往下 要改I的话 你可以这样点 看 总共会有三个变动 一 二 三 所以你就直接把这三个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 这边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个I 有没有 好 这样 这样够简单吧 这动作我大概至少上课 就讲个十遍有了 对 然后你就再把这个复制 贴到这个十五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 再贴十五上去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那你就再来看一下 就OK了 有没有 还蛮顺的 就只要做对的动作 其他多的就不要做 其实就OK了 那只是说呢 如果说做完之后 会有发现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什么 这个公式 实在是太冗长了 你每一次都要移过来 你觉得这样看很不舒服的话 那你就要想说 你可以 可不可以把它变两行 但如果你觉得没有 没有关系就算了 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就这样就可以了 只是说有的同学会觉得 老师 就是有个问题 我希望把它变成两行 或三行 那后面我可以看到 我不用这样拉来拉去 那怎么做 特别是要 你要注意 它有一个原则 你不能说随便 我要换行 我就把这边随便enter一下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自串 但是你中间卡掉了 他就认为说不见了 没有东西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有个原则 请你在 那个我们刚刚有变I的地方 它这个地方 我的习惯是在它有两个end 我习惯在它第二个end的 后面的空白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的空白后面加一个底线 这个时候你按Enter 就保证不会错 OK 所以记得你就是找找哪个 反正你就找 如果它有串接的地方 只要是end 如果有两个 其实两个都可以 只是我的习惯 我会找那个后面那一个 我的习惯 后面那一个的空白 空白的右边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空 你要找到这个空白位置 然后在右边 加一个这个关键的 这个就是底线 underline OK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Enter 那它就会把你的上一行 跟下一行当成同一行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个为什么这样 这就是规则 不要问我 这个是比尔盖是定的 这不是我定的 我也没办法改 我只要把它记起来就对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 我 可能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因为这不是我定的 有些东西你一定要这样做 就是叫规则 就如果嘛 如果你就 就是记起来就对了 OK 好 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把那个刚刚的这个 再把它做VBA出来了 OK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 上VBA里面 做了很多都是什么 丢公事这一招 这一招我想 应该也是坊间书籍没看到的 应该没 我看来看去没有书里面 用这一招 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一直强调这是我自己 很多地方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很简单 就是要符合我平常做事的态度嘛 越简单越好 对 对 就是都同一招嘛 这样的话呢 写程式也会写得很愉快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写程式 为什么有人写到最后想放弃 因为 坊间的书籍 虽然同一同样都教VBA 但是每一本写的都不一样 对不像以前教科书 教科书都一样嘛 反正就是照教科书 答案就只有一个 你想说不是同样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答案 对 没有标准答案 反正你只要符合你实际上 工作需求就OK了 所以我们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要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重点 请各位 把那个 Dedif 计算精确的年龄 并且转成VBA 画面再还点 各位试一下 这些方法 不是说只有那个入门课程 其实我还有进阶课程 我发现还蛮多那个 以前学过进阶课程的同学 还会给我一些回馈 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很多其实都不是本科系的 然后他们学完之后 他们学完之后 真的在工作上还蛮可以发挥的 然后他用的就还蛮愉快 甚至有人学了之后 反而又跨到那个资讯领域去 把他原来的专业跟资讯结合在一起 用的相当好 这种 这种 这个学员其实 还不在少数 身边其实就还蛮多人 这这样的案例 那当然 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现在 你看做任何工作 应该没有脱离的了电脑 在做事了 所以你如果说 你希望以后你工作上能够很 顺利顺遂 而且发展更好 薪水更高 好像你真的要跨领域了 所以这电脑的东西 不是只有资讯本科系才能够很厉害 对 非资讯本科系也是下下叫的 在 也是一大一楼框 OK 甚至可以跨的更好 你不是只是在画一个圈圈 自己只能在里面而已 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 把它在跨领域的这个 结合得非常的好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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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